今天的重要财经新闻来看到 刘通叶教父、全联总裁徐崇源 预计在9月底正式退休 7月起由执行长谢建南带领经营团队 抛出震撼弹 今天召开记者会由执行长谢建南主持 指出徐崇源早就计划退休 并透露徐崇源因为誓言风波感到挫折 因此没有出席记者会 被视为全联总裁徐崇源的接班人 执行长谢建南强调 总裁退休计划早已拟定 因此自己才会在去年进入全联 正式退休的消息 原本预计周末才会告知全联同仁 下星期才会告知媒体 没想到提前曝光 记者会由执行长谢建南主持 却不见总裁徐崇源 最近总裁都很低调 因为有时候他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他也在私底下我们在谈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就说 这个也造成他很多的挫折 徐崇源对谢建南透露心声 是因为他们俩是事业上的老战友 2012年 徐崇源卸任统一超商总座后 担任副总的谢建南 随即提出退休申请 2016年 因徐崇源的退休计划 谢建南又转战全联 专注在生鲜物流 谢建南表示 董事长林敏雄 总裁徐崇源 已经确定全联策略蓝图 也将招揽更多年轻人加入 大的一个蓝图方向上面应该不会有什么改变 但是在做法上面 应该会有一些调整 比如说你也知道现在零售业的这一个变化 透过受到科技这一块 新科技的一个影响很大 势必我们也必须对这一些 外部环境的这一些变化 做一些回应 不管是年轻的消费者 或是说我们年轻的人工 都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 被称为流通界教父的徐崇仁 自统一超商退休两年后 担任全联总裁 并率领统一优秀人才进入全联 在担任商发院董事长时 也积极培育二代 短短三年 却连这一个品牌变得年轻 活泼 总业绩成长也超过50% 谢建南说 照相骑脚踏车是徐崇仁最想做的事 退休后将体验自由自在的生活 新唐人亚特电视胡宗汉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排队 从华特匆时 把派道更有力 重视 地设计 我们在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最初的我们往前 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